2016年3月4号 百格时事为你整理各报评论 首先是中国报的评论 标题是老马老木没资格 针对敦马哈迪和慕尤丁进来的动向 一味退党 一味舍不得 中国报评论专栏甄紫月作者甄紫泉指出 两人的最大共同点是经于合纵连横 在党内不是一个人 而是靠一群人帮他们打天下 虽然民间很多人希望 借一马一钉之力推翻纳吉党 但作者认为 老马的加入反而让反纳吉运动变成一种权利恩惠 而这种你不听我的我就拉你下来的手法 简直是权力的怪手 也是对民主的扭曲 其次是老马对大马民主的未来乱开支票 利用反对党的资源为自己做人情 这样只会让大马一再空转 增加人民负担 最后是人民不是山羊 不要被政治老手牵着走 作者说 大马要的是行之有效的社会政策 要一套大家遵守的良好制度 不需要退而不休 念念昔日权力 把动嘴皮当治国的老人 接着是光明日报的评论 标题是武林盟主内阁不裁员 光明日报评论专栏华山论件作者 针对我国因为经济没有好转而掀起的裁员风指出 这股裁风并没有吹入马国内阁 如果说在马国当公仆 犹如捧着一个铁饭碗 那么当上书和副上书就如拿着一个金饭碗 但是马国内阁真的需要这么多人吗 作者说 马国立国时只有十名上书罢了 但如今整个内阁共有69名正负上书 堪称江湖诸国之罪 而且由谁来当 武林盟主阿基哥一人说了算 不过盟主似乎没有要裁说之意 只因为正负上书的兴奋是出自公家国库 如果是取自盟主自家的钱库 大家猜看他裁不裁员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